首先,多謝大家,今晚來到CFA Level 1的 seminar 自我介紹,我姓袁,Larry Yuen 就是Clapplin's Full-time lecturer 過往都是做 Banking & Investments 做了很長時間 在資產管理公司,私人銀行 當然之前是做其他 careers 現在是在Clapplin's 最主要力 都是做 professional exam 的 lectures 特別是CFA,還有 CIA 在CFA Level 1, 2, 3, 我都有教的 但是今年,現在在說八月 八月的CFA Level 1這個 courses 我是會負責 有中文班,有英文班 今晚應該是講中文班的 希望我就可以用回我之前的工作經驗 以及在過往是Clapplin's 的教學經驗 可以幫助大家準備 CFA 的考試 好了,今天是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對 CFA 的 program 有多少的認識 但待會我們也會進行通過 CFA 市場的定位 去考試的形式 內容 之後會有一些 slides 所謂的 demo lectures 今天不是真的 lectures 不過希望大家可以真的體驗一下 我們用什麼材料 materials 上課的時候 大概的重點放在哪裏 之後我就會交給我的同事 Kristy 進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是要報讀 在 Clapplin's 的 CFA 的 prep course 有很多不同的 options 最主要是分開一些 online, offline 時間 schedule 是怎樣配合你自己 你自己的學生工作或者 lifestyle OK CFA Program Market Overview 很多時候 CFA Institutes 都會想知道 那些學生 candidates 來報考CFA 是為了什麼的呢 有時候是 survey 問 members 很多時候 你是不是想找工作呢 跳槽呢 加工 又或者是否拿CFA的title 會令你更加 credentials 和CV 更帥氣 另外有些會想 會不會是 加入了CFA 你會認識更多人呢 Networking 又或者是加入了CFA 你會不會有更多機會 看一些比較professional的 update market update 這些全部 多一些 根據CFA Institutes 他們的 report 都是 為何這些 candidates 會報考CFA的原因 當然 剛才提到的 這麼多種原因 其實 中間最大的 percentage 是career development 在你工作上 如何可以再進升一步 你看到 很多不同的大名 我相信你們都認識了 City Morgan Goldman UBS 這些 我會說 就是 我考CFA的年代 其實都很久之前 那時候 如果我再做這件事 那篇 slide 沒有那麼多名 因為CFA在哪裡開始 是發源於美國的 美國的 那個認受性肯定是很好的 那時候 就是我的年代 美資行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也知道的 現在 一直是這樣發展 到現在 你看這張 slide 是不單止美資行 其實是global 歐資 中資 都一樣是 看這個 qualifications OK 那當然 如果你再深入一點 這樣說 就視乎 你進去這些 Bank 裡面是做哪個部門的 有時候 某些部門 會是更加要 specialize 某一些techniques skills 如果你問我 CFA 這個 qualifications 可以給大家 很多 怎麼說 Door opener 就是給你有機會進去 但是 不是代表 讀完 CFA 考完 拿完 牌子 你真的懂得做所有的 因為現在很多 是 視乎你怎樣 specialize 在哪個部門 譬如 product structuring 那些 有可能 你要深入 再讀其他 才能做到 但anyway 大部份 大部份 CFA curriculum 都會cover 你看到 大部份成怎樣 就是這裏 很多時候 都會想著 analyst frontman portfolio managers 這些 比較frontline 一些 CFA qualifications 是比較 有密切關係的 但是 當然 不單止是這些 看到整幅圖 在buy side 在sale side 裏面 有很多不同工種 其實現在 如果你看回 job的ad 很多時候 都是CFA quatification 是prefer的 就是包了所有這些 也都是 在我教的 所有不同的classes 班裏面 我的學生 也都是 很不同的背景都有的 甚至乎 這些analyst fundman 做了一段時間 都要來考 因為 憑背 就是peer pressure 開始 別人有你沒有 就算你已經入行 你都要補回 當然除了 有些frontline 你看到其他有些backoffice backoffice backoffice 都會有需要的 backoffice 是什麼 看一下 找一下有沒有 這裡 譬如是accountants accountants backoffice 尤其是一些 investment related的公司 他要加進去 又或者他不想做accountant 他想轉工 都會有 有些是譬如做compliance 都會做到這些CFA exam 覺得有用 Anyway 你看到 不是frontline 是由front desk mid office 去到backoffice 現在都是一個大小所趨 這些是一些examples 我就不會詳細看 不過 in detail 你看到 裡面請的也不是一定是frontman analyst 其實都很broad based 這個 我就想看一看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有些同學都會跟我聊 就是 他沒有background 他可能之前在YOU那邊 是讀其他一些 比較文科 art的 subject 或者現在正在做的工作 又跟投資金融 完全沒有關係 那是否很吃虧呢 考這個CFA 是否很吃虧呢 是否真的 成功的機會比較低呢 其實 他整個安排 CFA的考試 制度 和curriculum的安排 就是 把level one 放在那裡 無論你之前有讀過 沒有讀過 現在是否正在做 如果你過了level one 之後 其實應該大家都差不多 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 就是過了level one之後 過了level one之後 過了level one之後 你知道吧 如果我這樣說 未過level one之前 沒錯 你如果之前是未讀過的 現在又不是在那個行業正在做的 你是有一點點不利 不過都不要緊 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勤力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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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CFA Institute 之前做的survey 其實我最想看的就是下面這裏 他就把那些candidates去考試 不同的考生 他們的background 就分開出來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公眾 都包括 有些現在是做analyst 這些都是analyst 無論你是做股票分析也好 債券分析也好 這些是portfolio managers 你看到這些 要不就入行 要不就半隻腳入行 但是另外一些 可能沒有什麼關係都有 accountant 就這麼說 accountants orateurs consultants 各式各樣的consultants都有 其實如果你把這些不同的公眾分開 你大概看看 可能接近 或者多過一半 考試 CFA 這個考試 他都是未入行的 或者他未必一定有些relevance experience 就當是一半一半 所以就算自己 對金融、對投資 還未開始 現在開始 其實都不一定是太差 不過 在level 1 就要辛苦些 level 1 的確是會辛苦些 看看CFA 裡面 CFA 很久歷史 現在很多members 三個level 每年 他裡面考的內容 都會轉一點點 轉一點點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哪位 曾經考過 沒有 沒有 OK 每年會轉一點點 如果你問我 這幾年有什麼明顯的轉變 我會說 他將 你待會會看到 裡面有幾大的比重 放在FRA 即是Financial Reporting Analysis 近幾年 在這邊 減少了一點 因為以前 很多分析 金融 最重要是懂得看數 如果你會計 各樣東西 你不會看的話 很難再繼續 所以比重是很高的 現在的比重也不低 不過比以前是低了一點 將比重移到一些比較 quant的那邊 我們叫做quantative methods 一些stats 那些subjects 再加一些 近來比較流行的topics 比如說 Fintech ESG 這些topics 都是 每年會轉一點點 就是這樣 如果是要投考CFA 這個是最基本的 資格 Entry Requirements 你可能要有一個Degree 或者快要得到Degree 有 一些工作經驗 其實我相信這些不是一個很 很難的Hurdle 其實他們很歡迎他們去考 也就是這樣 之前跟其他同學談過 很多時候把CFA 這件事 跟MBA 比較 有時候問我 究竟他考CFA好 因為讀MBA 這裏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比較大的分別 你考CFA 其實你很容易進去給你考 如果你去一些比較名校的MBA 就不是說你一申請就可以讀 那些是比較難入 難入的 不過你進去的話 其實大部份都是畢業的 但CFA這個 是反過來的 這個 差不多是別人都可以去考的 差不多 Entry Requirements 很低 但你出來 就不是那麼多 給你考不是說你一定會考到 你要過三關 有相當的工作經驗 拿個Reference 過往來講 時間都挺長的 很多時候都是三年、四年、五年 才能取得牌 現在就好些了 為什麼好些呢 不是說他容易了 不過呢 他那個Exam window 就多了 因為以前呢 譬如說你考Level2、Level3 一年有一次機會 你今年考不到 你明年再來過 現在呢 他就把一次過做兩次 變成你不需要再等那麼久 如果你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縮短你拿牌的時間 另外想要看一看 就是 不行的 就再來過 那有沒有Limits 以前一向都是沒有的 但是呢 應該是由2021年開始 他開始有一點點Limits 不過不多的 他說呢 在Level 如果你考了六次 考了六次 都不過呢 就不可以再繼續了 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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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自己呢 有時候 我們在這裏讀的同學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通過 有些會回頭 你也會問一下我們 我應不應該繼續呢 我應不應該繼續 通常都是的 很多時候 你已經是 讀開了 我這麼辛苦 準備了這麼多 這次胖子 下次應不應該繼續呢 一般來說 如果你覺得 那個 考慮是有用的 你真的有心去讀 我都會鼓勵他們繼續的 但是如果你是試了幾次呢 都回來說肥的話 我都沒試過 不過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試了三四次 你真的要想清楚 這件事是否適合你 是吧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限制 都挺 reasonable 你不要真的有時候 有時候 買了股票 價錢跌下去 是否都拿著 死都不放 不肯 cut loss 有些就是 越輸越多 有個限制 好在 你不用繼續下去 除此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限制 好了 Level 1 2 3 今天focus 例如說Level 1 Level 1 它有很多不同的 evaluation on market securities main back to search on the volume Volume 即是說很多 很多的 在Level 1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大的挑戰 我剛才這樣說 近來 即是這幾年 他那個考試的curriculum 的changes 就加了很多的quant 如果是 數字不是那麼敏感的 你又要放多點時間進去 因為那邊其實也挺多的 Volume 還有很多時候 也是根據我們過往經驗 你不是說讀一次明了就可以考得的 兩件事 第一件 第一件 你明白了 你會不記得 很多都是 明白了會不記得 第二件 明白了 你也要做多點題目 才懂得回答題目 所以 主題目 是很真的 你真的要放多點時間去操練 去讀 是Level 1 當然 反過來 如果你說 我之前已經讀了ecoin 讀了accounting 我恭喜你 你會節省一些時間 你會節省一些時間 如果你說 我已經在做Fundman 我已經 天天在看著這個盤 對市場的jargon Determinology 我都明白的 我又恭喜你 你節省一些時間 但是如果 不是的話 就真的要準備一下 這裏就是 那個curriculum 我們剛才說 看 Level 1 Rating 其實1,2,3都是 我們都是看這些 不同的topics 只不過 你會是 由Level 1 到Level 2 會是深入一些 比較technical一些 跟著 到Level 3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些topics 所以 你Level 1 學完的東西 Level 2 也有用的 Foundation 打得好 是很重要的 又是 看看這些topics 第一 ethic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即是 其實操手 其實每個行業 專業的行業 都有些操手指引 現在CFA 自己也是一套的 要讀完操手 怎麼知道是 institutes 對自己的candidates candidates candidates 的要求 怎樣是會犯例 怎樣是不會犯例 這個也是要擺時間的 quantitative methods 我這樣說 近年是加了 裏面你會是 看回很多不同的statistics 的東西 的topics 例如是 probability regressions 都會是 quantitative methods 包了的 再下 economic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nalysis FRA 這些是比較傳統的topics foundations 但是也有很多東西 像economics 如果你在大學讀economics 很多Micro Macro 在這裡你會看到 但是 如果在大學讀的時候 你可能 Micro 一個 Macro 一個 你有時間讀 在這裡 你不會有很多時間讀 他把Micro Macro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全部放進來 唯一 一個比較 舒服的地方 就是 我們不是像 你那樣去讀economics 這裡 我不會看完整大堆 theories 如何推出一個model 出來 我們讀economics 這裡很著重 就是 cost consequence 的relationship 當然中間有很多變化 但是 對考試來說 我們要搞清楚 等一下會有些example出來 economics 很多時候要求 你要知道那些是什麼 來的 這些就是command words 他說 我們要去describe 一些東西 你要知道是什麼 來的 有時候 叫我們去explain 就比較深入 一些 比較深入 一些 economics 就是 我們要看看 我們要知道它是什麼 去describe explain 就知道它的因果關係 來的 FRA 就是很多是accounting 的東西 計算 一些數 知道accounting 裡面的數字怎麼走 做一些financial analysis corporate finance 看公司 融資的結構 股票 債券 投資 回報怎樣計 這些全部都是 我們這些 investment tools 的topics 幫我們看investment 幫我們看 看什麼investment 就在下面 不同的 資產類別 asset validation 我們會看到 股票 債券 衍生工具 另類投資 Portfolio management 就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但是在level 1 它的 rating 就不算多 不會特別的 雖然說把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但是我們在level 1 focus 就是這單的foundation 所有東西 都要遮蓋 你看到 這個 rating 一步一步上 你以後 去到level 2 level 3 越來越多 在不同的情況下 你要 simulate 所有東西放在一起 在under 這個portfolio management 的topics 這就是一個overview of CFA level 1 的curriculum 考試windows 現在就多了 多了 的 level 1 四次 現在我們的focus 當然是看 August 有沒有同學打算不是August 沒有 沒有 可以 你多點時間 如果你afford得到 多點時間 你不趕就可以了 OK 11月也可以 一會兒我同事都會說 你上完課之後 有些video 你可以慢慢看 如果你說上課的時候 好像聽不清楚 OK 那 level 2 level 3 如果我們假設是由8月 假設是由8月 你看到這個road map 這個road map 如果你是順利pass的 明年 明年 2024年 去level 2 然後又順利過 2025年 Fabrile 就可以 take level 3 真的很快 大概是一年半時間 最理想的情況 最理想的情況 但是 老實說 我不會去push 學生 一定要這樣做 你就著自己的情況去看 就算你pass 是不是要立即補下一個level 你都要想一想的 當然 如果你不pass 那些fail 要再retake 但是最快的 最快的 年半時間 好像我當年 兩年,三年都過了 每個人都說我快 現在你們可以更快 好了 形式 multiple choice level 1 又是 由去年開始 時間是短了 沒有以前那麼辛苦 以前是三個小時 一個session 現在兩個小時 15分鐘 time management 自己計算數 分半小時一條 分半小時一條 當然 這個是average 有些是深一點 有些是淺一點 passing rate 看回level 1 第一行 2021年 比較亂一點 疫情關係 全世界都亂 你看到很低的passing rate 根據institutes的解釋 就是 candidates 沒有準備好 有可能 也不怪了所有的candidates 就是因為某些test center 突然間說不開 又是 疫情關係 變成了 你這個不開 下次去別處考 過了不知三個月之後 你之前準備 現在又放鬆了 表現又不好 Anyway 這些就過了 現在似乎 我們的passing rate 開始上來 在2022年 on average 隨著看回過往的 大概是四成鬆一點 四成鬆一點 四成鬆一點 passing rate 好了 剛才提過 Level 1 其實很難 就是volume 很多 很多要讀 多成怎樣呢 又是institutes 的數字出來的 我們 待會大家可以出來 來看看不同的materials 每個topic裡面 都要求我們學一些東西 我剛才講過 比如說economics 要求你這個topic 要懂得如何描述這件事 或者解釋 解釋 這件事 這個叫做learning outcome learning outcome 整個level on average 有530個 530個 你學 10個 20個 沒問題的 我剛才說 你學完之後 明白了之後 不夠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學完之後 然後 又要再學幾十個 學到幾百個之後 你之前學過的 都不記得 真的 真的 小心點 如何幫助自己 提升你的retention rate 學完之後 有些不記得 正常 但盡量記多一點 盡量記多一點 我們上課希望這樣 有些同學 比較visual 有些同學比較audio 我們希望有audio 有visual 視乎你 如何幫助你 學得快些 有效率 這530個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如果你是讀 本textbook 就是institute 本textbook 平均來說 大概三千多頁 三千多頁 五百個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都很正常 大概六百頁 就說一件事 不過也有很多 因為你看到很small print 有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Volume 為何是主題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如何效益 這麼多東西要讀 又要記住 在Clapplin Clapplin做了很久 他將整個準備過程 分開三個階段 Education Revision 和Mock Education 如果是八月考的 我們大概四月開班 四月中 大概兩個月 所有的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重要的 我們全部都說了 中間有一些 progress test 大家要 哪學 哪做問題 接著大概去到 六月 六月到七月 我們做Revision 就粗題 又說回之前的事情 但不會真的只是講書 這樣說 就是重點這樣說 Face 3 就是Mock 你看到我們的流程就是這樣 Education 最重要是Core Learning 然後你就要Practice Practice 就是Online的Progress Test Revision Revision 就算你明白了 也不是代表你得到Exam 你要留意一下他怎樣問問題 在哪個角度去問你這個 topic 那些事情 最後做了一個 Mock 和Mock Review 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有哪裏 如果是有需要的 最後也做大概兩個星期 可以再加強一下 我們那個過程就是這樣 分開這三步 接下來我會有些slides 跟你說這些是第一步的 Education Phrase 上課 有些demo lectures 通常一天可以出來看看 我們不會說是長篇大論 不會長篇大論 留意一下針對哪個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講哪個topic 通常我們都會是 好像這樣 Bullet Points 這幾張slides 就是在Economics 抽出來的 Economics 抽出來 Economics 抽出來 其實很多 Learning Outcome 都是要求我們去describe 就是去知道那件事是什麼 去describe 這個topic 就講一些 monetary 和 physical policies 即是一些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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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政策是誰負責呢 就是央行 central banks 我們就要describe central banks 在這個貨幣政策裡面 有些什麼角色 很多時候問題的 會是試一下 看看我們知不知 這兩個 monetary 和 physical policies 在政府裡面 哪些不同的鋪門 在這裡很明顯 physical的東西 就不是central bank 做的 monetary的東西 也不是財政策 去做的 譬如說 剛剛 財政 財爺 財爺出過budget budget 跟香港MA有沒有關係 香港MA有沒有負責去制定 沒有的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 不是這麼clear 譬如說 這裡沒有寫 這裡只寫有關的 monetary policy 除了制定的monetary policy之外 Central bank還有其他東西 可能 它有其他功能 我們都要知道是什麼功能 譬如說香港MA 香港MA 又不是很多monetary policy 為什麼金管局沒有什麼monetary policy 做 知不知道 政府定了 政府定了 這樣不行 因為很多時候我會看到 央行和政府應該是分得很清楚的 政府不應該影響央行的決策 就像美國那樣 你那個precedent 不應該影響那個 Federal Reserve 但是香港為什麼沒有什麼monetary policy 因為我們是跟美金掛勾 你說加息減息應該跟美國 但是在其他地方 Central bank 有很多不同的 functions 譬如說 就算香港MA也是 負責香港的payment system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有什麼銀行 如果是有什麼問題 可能它要出手 市場的流動性 你看報紙也看到 銀金多了多少 少了多少 它要看著 監管 這些角色 有時候是在香港做的 有時候不是的 譬如說監管 香港很多監管角色 都是給了SFC 很多時候 我們就這樣看 Objective Central Bank 和Monetary policy 它會做這些 有機會 題目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問這些 它問你其他東西都可以 回到這裡 如果是說Monetary policy 它是怎樣控制銀根 控制銀根 是給什麼 不同地方 可能有不同的目標 有些是看勞動市場 employment 有些是看經濟增長 economic growth 有些是exchange rates 有些是keep long term interest rate moderate 即是適合 這些全部都有可能的 objective 有些central bank 是全做的 好像美國 美國除了exchange rate 第一 二四 有些可能只是 做第三 keep the exchange rate stable 因為其他都想著 如果exchange rate stable 其他就自然會跟著 這樣 變成了 這些全部都有可能的 objectives of the central bank 很多時候 好像剛才這樣 回到頭 你如果是 這裡 除了這些 price stability 就是各個central bank 都做的 沒有說誰不做的 現在通脹更加很重要 上年到現在都在說 我們在這個topic裡面 要認識通脹 通脹裡面 我們怎樣分析通脹 我告訴你 通脹3%是代表什麼呢 怎樣分析 根據考試的curriculum 我們知道 有些什麼是 expected 有些什麼是 unexpected 有些什麼是 unexpected 有些是預期了 有些是沒有預期的 預期了 有通脹 每個人都預期了 通脹明年5% 如果每個人都預期5% 所有東西都升5% 即是說你老闆賣東西 有加5% 接著你跟老闆談數 年底家人工 有說5% 所有東西都談5% 那麼 nominal 全部都升了 實質 全部都是一樣 但是唯一不好處 第二就是麻煩 cost cost 很多時候就是 整天你都有加價 在operations 上高 代表是有cost 整個經濟的運行 當然現在很多都是 online electronic 這些cost 沒有以前那麼高 比如說這些cost 價錢都改了 很容易做得到 反而 我們更加擔心 就是unexpected inflation 你預期了明年通脹5% 實際上是10% 肯定有人賺了 有人虧了 因為是unexpected 我們要知道 如果在financial market 那裏 應該 lender 就虧了 borrowers 就賺了 因為lender 沒有expected inflation 那麼高 所以他借錢給你的時候 他可能是收回你5厘利息 但是5厘利息一年之後 你還錢給他 其實那5厘利息是虧了給你的 購買力是低了的 所以我們說 那個lenders 是收少了 shift the wealth 是from the lenders to borrowers 這裏都有很多故事講 不過今天沒有時間 另外實體經濟那裏 都是的 那個business cycle 是不 stable 因為很多時候 我怕我股少了inflation 我如果股少了 那我虧底 那是不是也猜得多一點 那變成如果我和老闆爭 家人工的 我就就是 就算我打算通脹5% 我叫個10% 如果個個都這樣想 那個business cycle 就很不 stable 有時候升就升得很厲害 有時候跌跌很厲害 這個就是cost of unexpected inflation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懂得如何描述 然後知道 Expected Unexpected 它的impact 是在哪裏 接下來的central bank的target 我講的central bank 有很多不同的objectives 現在你有不同的objective 你怎樣做 去達到你的objective 這裏也是 我們知道 central bank 其實這裏是幾個example 正如說 你要物價比較穩定一點 你隨便一個都可以 interest rate target 就是你定了interest rate 某個位 你覺得在這個位置 物價就會穩定 又或者 你不一定用interest rate 你target的inflation 用其他不同的tools 我會看看 又或者 其實我 或者central bank 覺得我們不太有信心 控制物價 那怎樣做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exchange rate 如果我們的exchange rate 譬如說和美國 可以掛勾 美國的通脹 其實就會是我們的通脹 這個就是exchange rate targeting 變成在不同的情況下 不同的central bank 會選擇 究竟我們定了什麼target 去達成目標 再下 就有說過 除了interest rate 其實都有其他不同的方法 這個貨幣政策 interest rate當然是最重要 policy rate 在policy rate 我們中間要知道 有很多東西 你要知道如何描述 policy rate 有些叫discount rate 有些叫fet fund rate 這些全部都是policy rate 只不過是central bank 和不同派對做不同的事情 discount rate 很多時候是central bank 和其他bank做 fet fund rate 就是central bank 在market那裡做 再下 除了policy rate 這裡 這裡也是另一件事 我們要知道的 定了interest rate之後 究竟是 緊縮性的interest rate 政策 還是擴張性呢 怎樣為之緊縮 怎樣為之expansion 現在好像聯儲局不斷加息 大家都知道 那是不是緊縮性 都挺緊縮的 一厘加到差不多五厘 其實很緊縮 但是實際上 我們不是看加息 是否緊縮 他說要和 neutral interest rate 比較 譬如說 譬如說 現在的current interest rate 是4% 他說neutral interest rate 是視乎你的real GDP 和inflation rate 如果你real GDP 假設是3% inflation rate是2% 你的neutral rate是5%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rate hike 1% 加了之後 就去到5% 現在我問你 這個rate hike 是contractionary 還是expansionary 我加息 我加息 我加完之後 是和neutral rate一樣的 就算我加息 但是我加完之後 都不會高過neutral interest rate 這個不算contractional 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另一個term 給他 我們叫這個 叫normalization 以前的QE 減得太厲害 現在正常化而已 好了 除了interest rate 大家都可能會有聽過 在市場買債 不是 買賣債 OMO open market operations 或者是 政府 不是政府 是央行 對一些銀行的 不同的reserve requirements 全部都是monetary policies 我們要知道 這幾樣東西 是怎樣work法 譬如說 他現在是想擴張性的 我們這裡要 describe 或者explain 因果關係 expansionary 你可以用正話的 就是 policy rate OMO open market operations 或者這個 RRR reserve ratio 來做到這個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我們要知道 對以下這四樣東西 哪四樣東西 rate asset prices growth 和currency 就是 impact 我最後講的 因果關係 這個rate 是market interest rate 如果你的policy rate 是減的 那market rate 會減還是假呢 asset price 會怎樣呢 通常都是 你如果是擴張性 expansionary 外面的rate 應該會跌的 物價 就會升 即市場做得好些 經濟增長 會好些 那些 currency 可能會跌少少 因爲 interest rate 低 那些人就不放錢 在你那裏 這些就是monetary policy的因果關係 通常 你知道這個都不錯 但是你多走一步 你想一下有什麼limitations 它是不是 央行如果是要擴張性的 monetary policy 是不是一定會做到這些效果呢 有時候都未必做得到 你不是要減息 經濟一定會有增長 其中一個因素 看看央行能否做到它的效果呢 我們就要看看它的三樣東西 這裡 是否independent 是否credible 是否transparent 就像剛才所說 央行應該和政府分開 有時候 又是說故事 現在 說美國通脹很重要 美國通脹很重要 現在政府又這樣說 Federal research 又這樣說 要打低通脹 把它拉下來 另外一些 critic 就說 其實它的口感是這樣 實際上不是 為什麼 因為美債很多 美債很多 我剛才說過 unexpected inflation 的effect the wealth has shifted from the lender to borrowers 如果Inflation unexpectedly 越來越高 美國政府 他借了很多錢 他是Borrowers 通脹 如果在這裏 他以後還錢也容易 那些 雖然 這些都是陰謀論 但是這個也證明到 這幾件事 Central bank 是否independent 他在外面的信譽好沒有呢 人家信不信他呢 transparent 他怎樣去做決策呢 這些完全都很重要 如果人家不信他 就算他想擴展 Expand經濟 用所有不同的手段 市場不配合呢 效果都是出不來的 那我這些上課就會多說些 好了 那我的時間關係 今天呢 就 到此為止 那我 大概 希望給大家 有個感覺 就是上課的materials Styles 會大概是怎樣 接下來 我交給Christis 我的同事 他會詳細資料給大家 有些什麼options 上什麼課 如何去準備這個考試 OK